使用远端麦克风系统可以帮助孩子在学习环境中听得更清楚,听得更轻松 使用远端麦克风系统的时候,老师是说话者,因此需佩戴发射器 而孩子则佩戴辅具,连接着接收器 佩戴发射器前,请长按开机键开机 并成功连接孩子的接收器 接着建议按静音 避免佩戴过程产生的摩擦声,让孩子感到耳朵不适 接续将发射器的紧挂带戴在脖子上 并调整紧挂带的长度到合适的位置 紧挂带的调整方式为一手紧压着紧挂带上方的方框 另一手将紧挂带的绳子向下拉直到合适的收音位置 合适的收音位置应佩戴在距离嘴巴约15到20公分处 约一个手掌的长度 并让发射器的荧幕朝向前方 且避免发射器晃动 最后将静音取消 也能以一般的音量进行课堂的教学 同时要留意发射器的麦克风附近 要避免有物品摩擦 如头发、仪式 摩擦时的杂音皆会影响孩子听取声音的稳定性 老师如有使用扩音机 要注意扩音机的喇叭位置 尽量与发射器的位置在不同侧 都能减少互相干扰的现象 当课堂结束或是不需要佩戴发射器时 请先长按电源键使其关机 再取下发射器